陆射天剑二型飞弹拖着长长白色尾燕朝高空发射 与以往天剑二型空对空飞弹不同 首次由陆地发射架发射 15号首次加入神功操演在屏东九棚基地登场 由六军团两腰炮八军团四三炮指部防空营 分别在九点十一分十点零四分十一点零九分十一点二十二分 发射四枚飞弹苛刻精准命中拔击 现场也聚集了不少军事迷 每个人都拿着专业摄影装备 一大早就来卡位要来一朵飞弹威力 由中科院研发量产的陆射箭二飞弹系统 代称野战防空系统 去年五月播交给陆军之后首度参与演训 有效射程可达15公里 车组可于征搜范围执行三百六十度追踪监控 也可整合复仇者飞弹 双连装刺针飞弹 强化区域防空能力 陆射箭二防空飞弹成功完成首次操演 也让国人们见识我军军武研发 以及精实防空作战能力 华氏新闻周末和蔡孟俊秋显使用屏东报导 Hello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